你知道 麵包超人扭到腳之後 會變成什麼嗎 什麼 會變 扭腳麵包超人 你講了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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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上傳了嗎 我自己上傳了嗎 我不講了 我好會嗎 我不要相信 我要講麵包超人 我要參見 請請請 那個藝人中心神 不要不要不要 好高喔 好高喔 鈺萱請自我介紹 請問你多高 173公分 喔 比我高 那個有點 吹毛求疵的星座 助理喔 助理我們猜 對不對 對 那這一次邀請你 誰幫他拍啊 我 吳尊 我 真的 好那這一段我們就沒什麼好看 要拍了要拍了要拍 我幫他拍得完美 而且 我先稍微小預告一下 怎麼樣 他那天的衣服 太厲害了 那你接到這個你什麼樣的情景 我覺得蠻新奇的 對於這個主題 妳覺得個性是不是蠻嚴肅的 沒有我只是 沒什麼表情 講話很像軍人 沒有當上模特兒的話 我可能就要去當軍人 可以那個 站崗應該都不會有表情 花木蘭 好偉大的夢想 我們找一點軍事的話題來跟他聊聊 來 請看VCR 嘿 大家好 我是吳尊 最近呢 各大粉絲專業有很多 爆紅正妹 今天呢 我要當一個 網路爆紅正妹的製造機 總是非要不做說 我們趕快來拍幾張 會爆紅的照片吧 OK 現在呢 這個風這樣吹 頭髮這樣飄很好 對 假的在看書 左邊頭髮撥一下 對 很好 來 接著呢你發現 哎呀 稍微有點 不知道該怎麼下筆 然後呢 筆 筆的尾巴 稍微咬著 稍微放在嘴巴旁邊 輕靠的嘴巴 嘴巴微開 很好 這角度不行啦 它帶有點反光 稍微自衡 Oh my God OK 剛好反光的部分 在它絕對領域的地方 有這些照片 我今晚怎麼可能睡得著 我跟你講拍完了 今天拍的照片 太強大了 我跟你講 你們其他人輸定 就能跟著 看我的這個照片 上新聞版面吧 嗶 你是跟我同期出道嗎 我在錄的時候沒感覺 我現在看VC還覺得 天啊 好老派的一個VC 不是 你給他擺那什麼 輕咬筆 筆 輕咬筆的那個感覺 就是我覺得男生看到 會遐想 會把那個筆想像 可能是自己的 你講的沒有錯 可是那應該是 差不多35年前會這樣 這麼久以前嗎 現在誰會咬筆 不會了嗎 不會 現在咬別的了 吃冰淇淋之類的 咬什麼 一些農產品啊 茄子 水果 健康的啊 香蕉 你是不是講這個 原來原初 可是請問一下 你這個整個出下來 你好像沒有跟他講過半句話 因為他叫我咬筆 我有點 生氣對不對 不是 那個醋女座的潔癖發作 對啊 你怎麼叫他咬筆呢 不是 我這輕碰了 也沒有整個這樣 砍進去裡面的感覺 而且他從頭到尾 你在那邊很興奮 假嗨 他在旁邊 他還是這樣 對啊 站得很不直 Key上去的 賢美小姐 真的是不動如塞 因為在現場其實很多檢調 我跟他講笑話 他就是 好 講這樣 好來 我是不應該開啟這個話題 我還有 對 一人講一個 能夠讓他笑好不好 好 先從無尊開始 你知道麵包超人扭到腳之後 會變成什麼嗎 什麼 會變 扭腳麵包超人 你講了嗎 我自己上場了嗎 我自己上場了 我不曉得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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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笑聲可以抖 我不要 你該演藝圈了 你剛剛走到那個木板上 今天不能領全 不行啊 沒有啦 他太可怕了 不要了 我怎麼不要 你該孫孫 你知道怎麼樣可以那個 不過氣嗎 不過氣 我覺得你一出來就已經很好笑了 唉唷 唉唷 我可以 我有希望喔 你現在裝孫悟空他一定大笑 裝孫悟空 為什麼他這樣 他沒有心啊 他沒有心啊 這個 你這樣看 弄冷了 弄搶 這不是我所生的座 我覺得啦 完美 氣 講 怎麼樣不過氣你知道 已經講出來 要一直喘啊 因為喘不過氣 因為喘不過氣 這笑話是不是講過很多次了 我還沒聽到 還有 還有 你要轉身 開始 Part 2 笑話時間Part 2 哪一個藝人最會胃潰瘍 會胃潰瘍 誰啊 不知道喔 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 當然GDT追一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那個 我胃潰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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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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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講 不要再講 你就成金吧 我絕對不要亂Cue 我應該亂Cue話題了 各位 我們今天已經毀了兩個血腥 我還要再毀兩個 欸 有一顆蒜頭 他去按摩 按一按 他死掉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被 按蒜 啊 不行 他 他好硬 他把我吸進 他把我吸進 黑洞 受不了 我這個 暗蒜啊 他被暗蒜頭 你的表情也蠻好笑的 至少有啦 表情 有贏他們吧 可是孫生比較厲害 他一出來就 真的好厲害 他只是頭髮吃的比較整齊而已 唉唷 對啊 漂亮漂亮漂亮 你是真的好笑 他長得很好笑 他長得很有 喜感 啊 他今天比較像香蕉的顏色 欸我覺得他 你就是一根香蕉 我那也像香蕉 黃國紀元是一款真正的 他是你的菜 對不對 如果他 他請你去吃飯 你會願意跟他出去吃嗎 吃什麼 吃飯 吃飯啊 要吃什麼 那比如說就是吃個牛排 邀請你 共進晚餐 你會願意 應該會吃不下去吧 我真的 一直笑 對我一直笑 他不能坐我對面 他要坐我旁邊 你看照片 唉唷 唉唷 把人家拍得跟主街女郎一樣 唉唷 你的鏡頭是不是太火了 他已經取得緊 對啊沒有美感 他又賣房子的 還有賣房子的 沒有這是我隨手一拍的 後面能不能乾淨一點 重點在他 而且這張是選過的 對啊 這是還沒開始的時候吧 櫥窗 裡面 這好像河嵐喔 河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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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街邊站 他有拍出台灣特色啊 什麼東西 就是有那種 檳榔 檳榔攤 對啊的感覺啊 這不是一家 還按他幫你講話 這店家會生氣耶 他這個我故意 就是他在裡面 很認真看出的時候 我就 假裝我是外面路過的客人 就捕捉下他認真的這個畫面 就是為了新聞 散發了氣質 所以就是不經意的 雖然可能畫面沒有拍得很好 但那種不經意的 是蓋不掉他的氣質 當一個人沒有自信的時候 他會用很多延遲來 加上一些動作 對齒 還有牙蟻 很明顯 這個就是變態嗎 這個看到我們 這個就過街了 狗仔狗仔 我們現在拿棍子把他打死 他這取景很好啊 喔 真的嗎 因為他這樣子是 他是有付你錢是不是 這樣都可以幫他講話 你拍很長很光叫啊 那是那是 這要打死他嘛 這也要打死他啊 我在拍書的內容 因為大家可能不知道他看什麼書 是這個意思 你看這個人去叫人了 他為事 叫人打 你看阿伯都覺得你怪 你看這兩個都看到你這個 怎麼會有這樣色情的人在這街上 這是侮辱我內湖 好可惜 你坐孫生旁邊好了 你坐孫生旁邊好了 孫生旁邊 隨便坐過去一點 他喜歡是不是 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因為他不能坐你對面 他會一直笑 對 對座 很棒